今天晚上的网友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呢 是用这个Person去爬取咱们的一个全球疫情的一个数据 并且呢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展示 那可视化的一个效果呢 我前面也给大家看到了 对吧 我们今天要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今天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图表 要做这个内容的话 还需要去找咱们的一个骆老师去领取一个资料 这个是必须要去领取的 怎么知道呢 就是这些 好吧 就是这些东西啊 你必须要去找咱们的一个骆老师去领取 好吧 不然的话呢 就算你能做出图表啊 你的图表呢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样子 你还要我意思吗 包括也没有这么好看啊 说白了 对吧 好 这个东西呢 记得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啊 然后这是我们去做这个案例的一个素材资料啊 好吧 然后你加骆老师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这个资料 你就可以跟他说一下 对吧 老师我想要这个 今天案例的一个资料 对吧 今天案例的一个素材啊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呢 发给你 好吧 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吧 那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一个环境啊 软件这一块呢 我就不多强调了啊 一般情况下呢 只要你学Python 对吧 这个呢 是必须要去安装的 对吧 那版本呢 我们用的是一个3.8啊 偏稳定的一个版本 好吧 比较偏稳定的一个版本啊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使用 就我们采集数据啊 会用到一些 呃 模块 会用到一些模块啊 或者说这个工具吧 首先我们采集数据的话呢 是request 那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做数据可视化啊 还会使用到一个模块 就我们做这个图表啊 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图表 还会用到另外的一个模块 叫做PyChast PyCharts 这个也是一个第三方模块啊 对吧 你就要把这两个呢 也去单独的安装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专门帮助我们去画图的一个模块啊 3.9的可以吗 可以啊 3.9的可以 你可以用 但再高一点就不太建议了 对啊 比如有同学用的3.10的 有同学用的3.11的 有同学用的3.5的 这几种就不要了 好吧 OK啊 3.8点张 没错 3.8就可以了 后面的版本呢 不计较啊 OK 学加瓦去了 老师拜拜 拜拜 拜拜 告辞啊 我怀疑你是来砸场子的啊 对吧 你要学你就去学嘛 我又我又不会劝你 对吧 你为什么非要说出来呢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开始做这个案例啊 首先呢 我们先去完成的呢 是这个 采集数据的这个部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要去 采集数据的一个目标网址呢 是这个 网址是这个啊 然后呢 大家记得把这个网址先打开 好吧 然后我再次发一遍啊 这句话啊 要你嚣张啊 然后我就不提你了啊 你自己知道出去的 好吧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去实现这个 激情高调啊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实现这个案例啊 那实现案例的话呢 我们还是来讲到咱们关于首先第一个啊 咱们爬充的一个部分 爬充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目的啊 是去采集咱们的一个疫情数据 对不对 采集我们的一个资源啊 就这个网易当中的一些数字的一些数据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分析啊 就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分析这个咱们网站的一个规律 好吧 当然的话呢 大家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呢 老规矩 对吧 使用F12啊 可以弹出咱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对吧 也叫做network 然后接下的话呢 我们去采集数据 对吧 也是要用到这个工具啊 帮助我们去抓包 对啊 帮助我们去分析这个网页数据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的话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第一个操作 对吧 还是刷新网页 对不对 刷新网页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去搜索 咱们数据的一个位置 对吧 或者说去查找这个数据的一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搜索 然后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呢 去输入 这里面的话呢 你们可以随便去挑选几个数字 去进行搜索 明白 可以随便选啊 下面都可以随便选 对吧 选完以后的话呢 去搜索 我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搜这个印度吧 好吧 44223557啊 然后去搜 对吧 就能够得到一个结果 对吧 然后这个结果里面的话呢 就有咱们的一个数据吧 对吧 你可以点开啊 点开以后的话呢 会在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这一部分呢 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对吧 然后这个新的窗口呢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数据包的一些详情信息 对吧 比如说Response Response我们的一个响应内容 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数据呢 都在这个响应内容里面 当然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使用到这个Preview 去进行一个观看 对吧 因为Preview的话呢 是一个预览 通过这个东西呢 我们去观看 可以看到更加美观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然后这个网站 我已经发了一遍了 然后接下的话呢 我们再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看到咱们今天的一些 疫情的一个数据 对吧 累计确诊的一个人数 以及呢 各种各样的 对吧 以及这个美国啊 这个能对上 对不对 那我们想要的数据呢 实际上就已经找到了 对吧 找到以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网站链接呢 给它复制下来 对吧 就给它拿下来啊 然后呢 当前我们这个分析思路呢 就已经搞定了 这个能找到吧 有没有找不到同学 有没有 有没有找不到同学 应该没有吧 有的话可以问一下啊 好吧 然后这个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我们通过 记住这几个步骤就可以了 对不对 记住这几个步骤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是干嘛 通过右键点击检查 对吧 或者说呢 通过F12 去打开咱们的这个 Network窗口 对不对 打开以后的话呢 第二个步骤 刷新这个网页 对吧 刷新网页以后呢 里面才有数据 你才能去搜 没错吧 然后再往里面呢 去回车搜索一下 那搜索以后的话呢 咱们的一个内容就找到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的一个网页链接 就在这个Headers里面 你给它拿下来 就可以去写代码了 好吧 然后代码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编写呢 咱们爬送一个代码 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发送请求 第二个呢 是获取数据 第三个呢 是解析数据 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对吧 这是我们一整个的一个流程吧 对吧 然后也不难啊 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你都应该能够掌握的 对吧 然后最难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解析数据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去实现这个 这四个步骤 好吧 首先呢 我们在写爬送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模块 对吧 一个模块 模块叫什么呢 request 对不对 request帮助我们干什么的 你可以理解为request的话呢 是我们Pathom里面的一个 浏览器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访问这个网站 明白 但呢 它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工具 你必须得去 如果你要使用 那你必须得去安装 好吧 第三方的 然后呢 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的一个模块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request呢 去帮助我们直接去发送一个请求 好吧 使用request 然后呢 点一个post 对吧 点一个post 今天的网站我们是点post的 那为什么点post呢 对吧 其实这个原因的话呢 是因为当前呢 在我们这个网页链接啊 下方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request method 对吧 这就是一个请求方式的一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当前去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request method它是什么 我们就用什么 明白 我们就用什么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那些东西呢 在这里面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好吧 就为什么啊 这个方式我们是怎么去确定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当然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网页链接呢 先给复制下来啊 对吧 这个是我们待会要去访问的一个网站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其实今天的我们的一个网站呢 不仅仅可以用post的 不仅仅可以用post的啊 还可以用其他的 我们也可以用get啊 甚至用put啊 都可以 对吧 为什么呢 这个网站它虽然指的是post的请求 对吧 它虽然告诉你 你必须得给我用post的请求 对吧 就它网站用的默认的方式是post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它所需求的一些方式呢 可能还有其他的 你可以把它展开一下 对吧 你可以把它展开一下 里面的话呢 有get有post有options 对吧 你可以用这几种方式都可以拿到 咱们的一个数据 都可以拿到啊 但是呢 我们为了符合规定 还是用post的请求 好吧 然后我们请求以后的话呢 再去取他的一个数据吧 对吧 当然请求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响应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获取数据 好吧 那关于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response 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什么 对吧 虽然这个问题 对于有技术同学来说 有一点问题 不对 就是很简单 但是我还是想考一下你们 点什么 对吧 我们有点 去获取数据内容 有很多方式 对不对 点Jason 还有吗 点test的 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要 今天要用这个Jason 好吧 我们今天要用Jason 对吧 为什么不用点test的呢 为什么不用点test的呢 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一个数据呢 本身就属于Jason数据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律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规律 这种分布呢 非常明确 对吧 它就是一个Jason数据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Jason数据 那我们在取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点一个Jason 去取一个值 好吧 就不用点test了 包括 但是呢 老师说 老师 点Jason 我们同样也能取到数据 对吧 同样也能取到数据 但是呢 数据的类型不一样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对吧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我们现在通过点Jason的 拿到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们说啊 点test和点这个Jason 对吧 拿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拿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呢 类型不一样 为什么类型不一样呢 首先点test的 取到的是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点Jason呢 我们取到的是一个字点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点Jason的一个原因 对吧 那点Jason有什么好处呢 你接下来的话呢 去解析数据 就会非常的方便 明白 是非常的方便 这地方也提前说一下吧 也并不是说 你点test的就不能用 点test的话呢 是可以用的 也可以去解析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为了 不去把字符串 转为字点 就如果我们点test呢 在这个里面 还要加一个步骤 就什么呢 把字符串转成字点 然后再去解析 对吧 为了不脱裤子放屁呢 所以呢 我就直接点Jason 去取它的一个值 好吧 然后这个 你们也注意一下 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去解析 对吧 解析数据的话 先来看一下吧 好吧 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毕竟数据我们都没看 先来右键运行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对应 取出来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不对 然后这个数据内容的话呢 其实跟咱们这个网页当中 所能够看到的内容呢 是一模一样的 就这个东西呢 和我们控制来打印的一个内容呢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在取值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照这个去取 明白 就可以对照这个去取 不用加UA 像这种 为什么不加UA 其实像这种 疫情数据的一个网站 对吧 它一般偏向于公开数据 对吧 或者说它就是公开数 公开的一个数据 那公开数据呢 它也没必要去做一些 你是不是一个 用浏览器的一个验证 对吧 你爱爬就爬 不爬拉倒 对吧 反正没有什么价值 对不对 好吧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再去解析 解析的话呢 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吧 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先去定位到 咱们数据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数据的话呢 首先在这个 data的一个层级下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我们 对吧 差不多就这个我们 好吧 我尽力了 我这个音域水平 真的很尽力了 大家呢 提亮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的数据呢 在这个data下级的一个 我们下面 对不对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内容啊 有一个信息 对吧 这里面的所有信息呢 就是我们各个国家的 这个 疫情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把这个 方框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给取出来 对不对 那在我们取数据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照它的一个 层级关系 去进行取值 按照它的一个 层级关系 进行取值啊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后面呢 写这个中国号 然后呢 加data 对吧 再往后面呢 来一个中国号 写w-o-m-a-b-o-a-r-d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里面的一个内容 给取到 好吧 这个取值方式 有不懂的吗 这个取值方式 有没有不懂的 应该没有啊 对吧 不得有技术吗 前面的 我很关心 前面那些 零技术同学 还在不在啊 我很关心 前面那些 零技术同学 还在不在啊 对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吧 这个能听懂吗 就这样的 余同学啊 还有前面那个 NPC啊 还有 Fell 王同学 对吧 还有这个 风 居住的街道啊 云里物理的话 那我们 与你物理 不还行 是不是感觉 有一点压力了 对吧 有点压力了啊 就 怎么判断 是Jason的 怎么判断 是Jason的 好吧 Jason数据呢 它有一个规范啊 就一般情况下呢 像我们的一个 Jason数据呢 它符合一些规范 什么规范呢 所有的数据呢 要么用大呼号包裹起来 要么用中呼号包裹起来 明白 那就只有这两种方式啊 如果呢 你看到的一个数据呢 是用大呼号包裹起来的 然后里面的数据呢 是长这样的啊 冒号 然后引号 然后逗号 对吧 然后冒号 引号 加引号 等等等等 如果你看到的数据呢 是长这样的 那么证明呢 它就是一个 阶层数据 明白 那如果像这样的啊 大呼号 然后呢 这种大呼号的 只要是这样包裹起来的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为 是阶层数据 明白 你就可以直接点阶层去取了 懂吗 但如果它不是长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啊 同学们 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当前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 响应内容 对吧 我们当前看到的内容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种样子的 你看 如果它是这种样子的 那么证明什么呢 那么证明 它不是阶层数据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种就很明显 那他就说 老师 这里面不是有大呼号吗 但这个里面的大呼号呢 就不是真正的大呼号了 对吧 而是那种什么一些 其他的一些语法了 对吧 我们说是包裹起来的 明白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用这些东西包裹起来的 然后呢 在这个preview preview里面啊 能够去看到这种 可以折叠的这种效果的 我们才可以通过点阶层去取值 如果不行 那就不行 好吧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data里面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确定的一个方式吧 那这个取值的话呢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取值的话呢 就是按照它的一个层级关系 往下取就完事了 对不对 取data 然后取这个欧买 对不对 WOM 取data 然后取它 就可以拿到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如果你要取上面这个呢 对吧 如果你想要的数据 在这个里面怎么取 对吧 你想要的数据 在这个里面怎么取 先取data 然后取它 对不对 就能够拿到这里面的内容了 对不对 这个就顾名思义了 按照它的一个 就数据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位置去取 对不对 这个难度想必来说应该不大 没错吧 OK 然后这个我们搞定以后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 就现在我们所取到的一个内容啊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取到的内容呢 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格式 同学们 是属于这种格式 对不对 就通过我们前面的两遍取直 然后取出来的内容呢 变成了这种中括号 然后里面呢 是大括号 一个一个元素 对不对 然后大括号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呢 大括号里面是包裹的每个 每个国家的一个疫情数据 对不对 它大括号里面呢 才包裹的是每个国家的一个数据 对啊 这相当于一种欠套吧 对吧 相当于一种欠套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中括号的方式去取直吗 对吧 还可以通过这种中括号的方式取直吗 事实上呢 是可以的 对吧 事实上呢 是可以的 那不过呢 现在我们去取直呢 就得去看前面的一个数字了 而不是看里面的一个键 明白 因为现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层级呢 是在这个层级下面 好吧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要取到这个 对应的啊 这个美国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可以写一个什么呢 可以在后面写一个中括号 然后来一个零 对不对 来一个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取到 这个第一个国家的一个信息 没错吧 你们可以右键运行看一下这个结果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取到的是美国的一个信息 那如果我要取到第二个国家呢 你就可以写一个按照它的位置 对不对 写一个一 对吧 零 一 二 三 以此类推 对不对 你就可以对应这个东西去看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所拿到的一个内容呢 总共里面有多少个数据啊 你看一下从零到多少 二百二十四 也就是总共呢 有二百二十五个国家 对不对 那这二百二十五个国家呢 如果我都想要取出来 那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得写成什么样子啊 从零开始写到二百二十四 对不对 这样呢 肯定是不太行的 对吧 所以呢 当天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取 要通过什么取呢 通过循环 对吧 通过一个循环啊 去帮助我们直接去取值 好吧 有同学也说到了啊 循环不是可以直接取吗 没错啊 我正是想要 从头开始 给大家介绍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嘛 对吧 就你其实可以想到 为什么会出现负循环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出现负循环呢 它的一个目的 不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 解决一些重复的代码嘛 对不对 负循环啊 不管是负循环 还是负循环 对吧 他们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去帮助我们 减少不必要的代码 对吧 以及包括其实像你们后续 像你们后续 所去学到的这种 呃 什么 这个函数 对吧 还有这个面向对象 其实这些内容都是 他们统一的都是为了去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重复的一些代码 并且的话呢 呃 方便 方便去进行一个 呃 解决 问题吧 方便解决问题 对吧 那写代码 它就是一层一层 往向往上面去嵌套了 对吧 就学的东西越多 啊 那你能够写出来的代码呢 也更加的简单 对吧 更加的清晰 没有吗 好 呃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使用放心环啊 去进行一个取值 对吧 啊 取值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啊 直接循环一个 呃 变量 对吧 然后把这个列员 进行一个循环就可以了 明白 你就循环它 对吧 把它的内容呢 当作无美 取出来 对不对 取出来以后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咱们的每一个 啊 国家的一个信息 来 我们右肩运行看一下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把每一个国家的信息 全部的取出来了 对不对 啊 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讲啊 对吧 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内容这么快啊 呃 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还有一个中国的信息没有取出来 明白 这里面的话呢 是没有中国的一个数据的啊 大家注意一下 好吧 就 其他国家都有啊 但中国的数据呢 是没有的 所以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当时去取的时候呢 我们去取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 就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得去分析一下 对吧 我们中国的一个数据呃 在哪里 好吧 这个待会我们也要去分析 也要去做的 好吧 现在呢 我们先把呃 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 把它的一个信息全部都取出来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所拿到的一个内容呢 有大概这么多个国家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这里面的一个信息全部给取出来啊 就每个国家 他所对应的一个 呃 确诊人数 对吧 就例如像这个美国啊 美国他的一个累积确诊 对不对 累积确诊这个怎么写 通过中国号 对不对 里面就可以直接写中国号了呀 没错吧 啊 这个是一个累积确诊啊 然后再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以后的话呢 这个是新增确诊 对吧 那关于新增确诊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就你可以对应这个数字去取值 对吧 啊 这个你就对应这个数字取值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应该不难吧 听到这里能听懂啊 并且没问题的同学呢 扣给我看一看好吧 然后如果你有问题呢 现在可以问一下啊 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思路 对吧 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思路呢 去把咱们相同的这个中国的数据 对吧 去采集下来 明白 好啊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治愈人数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 对吧 取出来这四个字段以后的话呢 还有咱们的一个国家信息 对不对 咱们的一个国家 是哪个国家 Nemo 对吧 是Nemo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 这个是 现有确诊啊 这个应该是现有确诊 如果没记错的话啊 好吧 现有确诊 然后这个是新增确诊 这个是累积确诊 这个是 治愈人数 死亡人数 算了 我写个注释吧 对吧 我不写 我自己都要忘啊 你别以为这个是我记下来的啊 就其实这单词 我本来也是不认识的 对吧 其实这些单词的一个意思呢 基本上都是我猜的啊 然后这个是治愈人数 我记不住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 死亡人数 对不对 其实如果这单词啊 像很多同学会觉得 老师这个 我去学Person 难道还要学一遍单词吗 对吧 这个是一个国家 名称 其实这些单词呢 我也没有去 特意的去记它吧 就是一个 就你用多了以后啊 像这个 这个玩意儿 对吧 我前面爬了很多次的这个疫情 但我大概呢 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单词 对吧 这个是确诊的一个意思 那确诊后面加一个爱的 就是新增确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治愈人数啊 怎么知道的呢 翻译一下 愈合 就知道它是一个治愈人数的一个意思了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啊 一翻译呢 是一个死的 就知道它是一个死亡人数 对吧 然后nam就不用说 对吧 然后这个new 这个now 对吧 now的话呢 是现在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确诊 对吧 连合起来就是现在确诊 对不对 也就是说现有确诊 学习啊 是需要靠 呃 现有确诊 对吧 就记单词啊 也不是说你要死进被吧 对吧 你大概可以猜它的一个意思 免费教了一波英语 也不是免费教英语吧 就其实你在学这个编程的时候 对吧 虽然说英语它本身不重要 对吧 但是你记不住确实有点难受 明白吗 就你记不住这个东西确实有点难受 对不对 那记不住的话呢 那肯定你就得想办法要记住 对吧 但是我不提倡死进被啊 还是我不提上死进被 对吧 我们是灵活的去记忆 什么叫灵活的记忆呢 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写的代码 对吧 我举个例子啊 呃 像我们前面的话呢 in part导入一个request模块 对不对 request的话呢 你可以 你就可以记住这个request 对不对 啊 你就可以记住这个request request呢 是请求 没错吧 那通过这个request呢 点了一个post的 啊 访问了一下这个网站 你觉得访问以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访问以后我们会得到响应 对不对 啊 访问以后我们会得到响应 响应在哪里 response 对不对 你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定义 对吧 去记忆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们所要取到的一个值 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响应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取值的时候呢 就使用的是response 点一个json 啊 取到了它的一个值 没错吧 取完以后的话呢 哎 这个值呢 是一个json的数据 对不对 啊 那我们取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什么 json数据 对不对 那其实 呃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你去记这些东西 对吧 当然啊 不是记啊 就 你靠它的一些 呃 通过你记一个单词 对吧 从而呢 把其他的单词呢 都通过你的一个逻辑 对吧 通过你自己脑子里面的一些逻辑呢 给它背下来了 对吧 或者说给它记住了 对不对 这种就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吧 对吧 嗯 然后这些值呢 我们取出来以后呢 给它打印一下啊 就从这个国家打印吧 好吧 从国家打印 后面的话呢 就按照顺序去打印啊 然后有同学 如果这里面能够听懂的话呢 呃 现在你们 各位啊 就可以去尝试去看一看 哎 这个中国的数据怎么去采集 对吧 中国的一个疫情数据怎么去采集了 你就可以去尝试去试一试 好吧 然后我也会讲啊 马上我就会讲 好 我们现在先右肩运行 看一下这个结果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各个国家的一个信息 给它全部取出来了 对吧 中国的接口啊 挺厉害的 挺棒的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分析一下这个中国的数据 好吧 保存的话呢 我们就放到后面去保存 可以吧 保存我们就放到后面去保存啊 然后这堆代码的话呢 我们就先留着 啊 先留着 对不对 先给它 呃 注释一下吧 可以吧 先给它注释一下 然后呢 给它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实现这个中国数据的一个 疫情数据的一个抓包 好吧 的一个采集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 来到这个网页啊 同样的还是来到这个网页 对吧 来到这个网页以后的话呢 还记得这个工具怎么使用吗 当然记住啊 中国的数据呢 你在这个页面 现在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看到 看不到 对不对 这个页面当中呢 现在没有中国的数据 你得干嘛 先点击 明白 先点击 点击到这个国内 到国内以后的话呢 再通过这上面的一些什么 现有确诊 对吧 通过上面的这些数据 去进行一个检索 对不对 去进行一个搜索 那应该呢 我就去搜这个 现有确诊的这个数字 对吧 我就搜这个数字 然后呢 通过这个工具去搜 对不对 这个工具 还记得怎么使用吧 我还 讲了才半个小时不到啊 应该能记住吧 对吧 怎么去搜 对不对 就这个工具 我是一直没有关的 对吧 或者说如果现在有同学 已经把它关掉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对吧 再进行搜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关了啊 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搜这个数据 可以吧 去搜这个内容啊 我们搜这个 5089983 去搜 大家就能够搜到这个接口了 对吧 然后有同学说 遇到了一个问题啊 遇到了一个问题 对吧 这是什么问题呢 翻译一下啊 字符串的索引 必须是整数 字符算的索引 必须是整数 我猜应该是 你在这个地方解析的时候呢 不是点的Jason 这个是我猜的啊 应该你不是点的Jason 而是点的Test 对吧 应该是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 对吧 要么就是你下面的取值的呢 有问题啊 对吧 应该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这行报错是吧 这行报错的话呢 是因为你上面 这行代码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这行代码报错呢 应该是你上面 这行代码的一个问题 好吧 你按照这个顺序去检查一下 好吧 我截个图给你 你可以现在可以检查一下 好吧 你可以检查一下 代码呢本身并不多啊 你可以检查一下 看看你的代码呢 跟我的代码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 其实大概率的话呢 是因为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会导致这个报错啊 好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回到这个网页 好吧 回到这里面 回到这里面的话呢 现在我们是收到了一个结果 对不对 是收到了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很明显起了中国的两个字眼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你看 它还是阶层数据 对不对 它还是阶层数据 我通过什么去判定 它是阶层数据的 通过什么去判断的 大过号包裹的 里面呢 是建制队 对不对 里面呢 是引号 然后冒号引号 对吧 是这种结果 那它就是阶层数据 那我们在preview里面 应该也能够这样去 折叠的去观看 对不对 没问题吧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是想要去找的数据是什么 大家注意啊 现在我所要去找的呢 是这个现有确诊 对吧 看一下它在哪个位置 对吧 呃 看一下在哪个位置 50899 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是现有确诊的一个人数 对吧 五 五十几万 500 508万 对吧 508万 然后还有上面的一些 呃 你上面那些单词 你就可以猜了呀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是什么 累积确诊 对不对 累积确诊 下面这个是什么 新增确诊 这个是什么 死亡人数 这个是什么 治愈人数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下面这些 你还要管吗 下面这个你肯定不用管 没错吧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 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链接的话呢 我们给它复制 你看还是一个 POSE的请求 对吧 还是一个POSE的请求 数据结构的话呢 也差不多 对吧 所以这个还有我去 过多的强调吗 对吧 应该不要了吧 首先我们先把 网易链接给存进来 对不对 注意啊 呃 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 就我现在所命名的 一个变量 那我现在所命名的 一个变量 跟下面的变量呢 尽量的不要同命名 尽量的不要重复 明白 如果重复了呢 呃 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啊 是会出现Bug的 好吧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链接 怎么去访问 使用Request 点POSE的 对吧 然后呢 把网易链接 存进来 存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响应 对不对 这个响应呢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China的一个Response 对吧 然后得到这个响应以后的话呢 我们去解析数据 对不对 我们去获取数据 对吧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执行到了第二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执行第二个步骤 对吧 去解 去获取数据 然后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China Response 点一个Json 对不对 这个把数据内容取到 这个呢 是咱们的一个China Json 对吧 然后呢 再通过什么 再通过咱们的一个字典 建筑对的一个方式去解析数据 注意了啊 下面我们的一个解析数据的一个方式呢 就需要发生这个变化了 明白 就需要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们的构造还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虽然方式是一样的 但它们的构造还是不一样的 没错吧 那你在取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啊 只有一个中国 对不对 所以你在取值的时候呢 就按照这个 把一个值给取出来就可以了 对吧 把一个值取出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值呢 你可以暂时不用看 对不对 所以当然的话呢 我们取值呢 就通过data 取到这个 this什么什么玩意儿 然后再取到这个ChinaTotal 然后再取到这个 confer 对不对 按照它的一个层级 关系去取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取到data 然后再取到ta 对吧 然后再取到下面的一个层级 再取到咱们的一个确诊人数 对吧 再取到咱们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数 对吧 那就按照它的层级关系去取呗 对不对 China Jason 后面加一个中国号 先写data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中国号 写什么 D-I-S-E-A-S-E-N-H-5 然后S-H-E-L-F 当然这个单词啊 我说实话啊 如果不是对自己特别的自信的同学呢 尽量不要忙敲 干嘛呢 你直接复制啊 对吧 你直接复制下来啊 对吧 你看 刚刚我就敲错了吧 对吧 刚刚我就敲错了啊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好吧 Ctrl C Ctrl V 对吧 千万不要自己手敲啊 不然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吧 然后出现的问题呢 像很多没有基础同学呢 就无法分辨自己的一个问题所在 对吧 那就无法分辨自己的问题 像前面那位同学一样的 对吧 可能就是跟着敲 在哪个位置敲错了 那敲错了以后呢 报错了 对吧 然后又不会解决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很难受啊 所以呢 我尽量的推荐呢 大家 像这种没必要去手敲的 就不用手敲了啊 对吧 没必要手敲了 就不用手敲了 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呢 还是得敲的啊 对吧 有必要敲的东西呢 还是得敲的 例如什么呢 例如我们这些 比较基本的一些代码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零基础的同学 例如 如果你是一个零基础的同学 这些东西呢 你还是得去尝试着 给他手敲完善一下 对吧 虽然说呢 这个代码呢 它没有特别的重要啊 虽然说代码没有特别的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光会脑子里想 而不会敲代码呢 那我觉得也是挺惭愧的 我觉得也是挺难受的 对吧 就你 这个 你一看一个案例啊 就你很多情况下 都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学习的时候 对吧 会觉得 这个东西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对吧 我好像在哪里学过 但是你要我做呢 我现在是做不出来 对吧 会出现这种比较尴尬的情况啊 然后 所以这个的话呢 呃 也是没有多敲多链的一个原因吧 对吧 就尽量的 呃 思路也要听 对吧 代码也要实现 虽然不一定 你这一节课呢 就得把我们整个代码全部实现 对吧 你可以 科后再实现也可以啊 对不对 不一定要全部实现啊 科后没有录播嘛 对不对 你可以科后实现也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个保存啊 啊 这是咱们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数据 我们把它打印一下 先把这个 NAMM打印 然后再依照上面的一个顺序啊 把我们的一个内容呢 全部的进行输出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没问题吧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开始去保存数据 好吧 呃 大家注意一下啊 下面的一个保存数据呢 逻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绕啊 好吧 逻辑 逻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绕 呃 首先的话呢 我们当前先要去保存的是 我先把中国的数据给保存 好吧 我先把中国的数据给保存 那呃 这个变量名啊 由于我们待会儿呢 得一起去运行啊 待会儿呢 我们得整个去运行 所以呢 呃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代码呢 就这个变量名啊 这个变量名不能与下面的变量名一致 明白 不能一致啊 千万不能一致 好不好 保存一个cell吧 呃 我们保存成csv文件啊 嗯 保存成csv 好吧 然后csv呢 也是一个表 也是一种表格文件啊 也是一种表格文件 好吧 然后现在呢 我们导入的是一个模块 好吧 当然这个呢 是一个内置模块 啊 csv呢 是一个文件 文 一个文件的后缀啊 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呢 有这样的一个表格 对吧 这是我课前爬下来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它是以csv去结尾的 然后这种表格的话呢 也有一个好处啊 它的兼容性很强 明白 它的兼容性很强 对比这个一个cell来说 对比我们的一个cell表格来说 它的兼容性比一个cell要强一些 所以我们很多的情况呢 在做这个数据可视化的时候 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数据呢 可能是以csv去结尾的 以及包括我们爬虫去保存数据 大部分呢 也是以csv的一个数据结尾的 好吧 所以呢 csv我们用的比较多啊 所以呢 我们就用csv去保存 好吧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就先给它干掉 好吧 先给它干掉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保存一下 咱们的一个表格文件 好吧 然后我们借用的是 这个csv的一个内容啊 csv容易乱嘛 不容易乱嘛 你操作有问题啊 你的操作有问题 跟表格乱嘛没有关系啊 对吧 你就算它出现问题 你也可以解决啊 对吧 而且如果是csv出现问题 那一个cell也会出现问题啊 对吧 也会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是因为 乱码问题 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是因为编码方式的不一致 从而导致的这个乱码 对吧 那如果你当前呢 使用这个 我们的一个 csv保存它乱码 那你用一个cell也会乱码 好吧 这个一样的啊 好吧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使用csv保存 怎么保存呢 名字我先改一下啊 我的后面直接加个一吧 好吧 这样看起来稍微的简单一些啊 就没必要去做一些比较 重复的一些操作了 对吧 比较容易的一些操作了 然后这个nam也加个一啊 好吧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中国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个csv去保存 保存的话呢 我们使用位置open 当然呢 也可以不用位置open啊 我不用位置open吧 好吧 用位置open呢 相对来说 比较的 我觉得比较复杂 我们就直接使用f等于open 好吧 然后呢 先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一个名字呢 叫做疫情数据 点一个csv 好吧 这个是文件的一个名字 除了文件名字以外呢 我们数据是怎么去写入的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现在呢 我们中国是写入的一条数据 对吧 下面的数据呢 也需要什么 也需要一条一条的去写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一条一条的写入呢 我们把它叫做追加写入 追加写入呢 这个写入方式为什么 为a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然后encoding 编码啊 这个很重要啊 很多东西说老师这个暴促 很多东西说老师这个乱码 对吧 乱码呢 就是因为编码方式的不一致 从而会导致乱码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指定的是utf-8的一个编码方式 好吧 然后再来一个new name 也解释一下吧 好吧 首先 utf-8的话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语言吧 或者说是一种编码方式 对吧 我们每一款软件 像一个cell 对吧 office的这个表格 对不对 office的这个表格 它打开的话呢 会出现一个 就是可能啊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对吧 如果出现了乱码的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是一个cell 它默认打开文件的一个编码方式 不是utf-8 对不对 可能是其他的编码方式 比如gpk 对吧 所以就会出现两种编码的一种冲突 所以会出现乱码的这种情况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使用的utf-8 如果不出现问题 那肯定证明 它们两者的编码方式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如果不一样 那你就改就完事了 对吧 很简单啊 不一样你就改 对吧 你就把它改成gpk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使用sysv去写入 对吧 sysv.ret 然后sysv.ret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使用sysv.retro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给写进去 这个是写中国的一个数据 对吧 写中国的一个数据 写中国的数据以后的话呢 下面的一个内容 要干嘛 取消注释 对不对 要取消注释 然后呢 再把下面的一个信息呢 给写进去 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这两行代码 就可以不要了 前面这两行代码 就可以不要了 然后把这个内蒙1 给它干掉 这个就是我们去写 这个东西的一个作用吧 好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整个的 一个表格数据呢 全部的保存下来 好吧 就可以全部的保存下来了 问题吧 然后就我们做的 这一个操作啊 当然呢 在这之前的话呢 记得去加一个表头啊 就这整个表格的 一个头部信息 好吧 这个必须得记得加啊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加一个引号 把后面内容呢 给它去掉 对吧 这个依旧没有必要要了 就这整个表格 它是需要头部的啊 对吧 就是一个表格 对啊 表格呢 每一列肯定得有列名嘛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得到一个 正常的一个结果了 对吧 下面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分隔啊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 疫情数据 上面的话呢 是中国的一个新数据器 好吧 然后呢 我们统一的去运行 就能够得到一个文件了 对吧 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文件了 不需要用 不是要用Pandas吗 没有说要用Pandas啊 没有说要用Pandas啊 Pandas是我们做数据分析 要用到的一个工具啊 对吧 然后我们今天所用到的 这个 叫什么来着 CSV CSV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保存数据 没有必要去用那玩意了 好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这个表格 好吧 没问题吧 我现在呢 是用的这个WPS 打开的这个 CSV的一个表格 你也可以用WPS 也可以用这个 一个cell 但一般情况下呢 如果你用一个cell去打开呢 可能会出现乱码 好吧 可能会出现乱码 如果出现了乱码 怎么解决呢 如果出现了乱码 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啊 各位 如果出现乱码 那你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UTF-8啊 给它改成GBK就可以了 好吧 给它改成GBK啊 但是呢 那有东西改了呢 那老师 我改了之后呢 再运行 它就报错了 对吧 那你说老师 这就报错了 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你文件没有删啊 对吧 因为你文件没有删掉啊 对吧 把这个文件给它关掉 然后再把它删掉啊 懂吗 然后这样的就可以了 好吧 再运行就可以了 明白 然后这里面我们使用的是 UTF-8啊 这个我还是不改了 好吧 然后前面这个东西 没问题的同学啊 这个有没有有问题的东西啊 现在可以问了啊 对吧 有问题的东西现在可以问了 然后这一整个呢 我们就全部都保存下来了 也不难 对吧 也不难啊 对吧 也不难 其实就是一个 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案例 对吧 然后呢 又做了一个案例的一个加强 对不对 重新去了解了一下 其实这个内容的话呢 应该是不太难的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裁下来了 裁下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可视化了 对吧 但记住啊 做可视化的一个前提 是必须得去领那个资料啊 对啊 必须得去领这个资料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去把这个内容呢 给干掉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做这个可视化 好吧 你可以去新建一个文件啊 同学们 就你们在写这个的时候呢 可以新建一个文件 对吧 写一个可视化 随便你们写什么名字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去写这个可视化的一个代码了 那可视化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几个第三方的模块 首先呢 是Pandas 对吧 其次的话呢 是这个PYEChast 是这两个 好吧 如果你没有安装呢 一定要记得去安装一下 好吧 安装好了呢 我们下面就可以去实现了 好吧 导入模块的代码有点多啊 我们先通过import呢 去导入咱们的一个Pandas 给它取一个别名 as一个PD 对吧 再通过from 导入咱们的一个PYEChast 里面的一个图形 对吧 导入 主要导入这个Map 就这个是地图 然后再导入一下 这个PYEChast 里面的一个 import里面的一个optations as一个opts 好吧 然后知识以外的话呢 还有没有 有版本要求吗 不要太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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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差不多就是三个 对吧 首先 PYEChast 有版本的要求 不要下载零点几的 你给我下最新的就可以了 好吧 你给我下最新的就可以了 不要下那个最 不要下那个什么 零点几的 零点几的版本 用法不一样啊 好吧 PYEChast 零点几的版本 用法不一样 然后Pandas Pandas的话呢 每一个版本之间 可能有一些 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今天用的地方呢 就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你用什么版本都OK 好吧 老师我听不懂 有基础课吗 有啊 有啊 我们有专门从您去到这个就业的一个基础课程 对吧 从您就开始去教的呀 3.10不稳定吗 3.10不太稳定啊 3.10这个版本 我不建议你们用啊 我个人不建议你们用 你万一哪一天出了bug 你怎么解决啊 对吧 万一哪天出了bug 你怎么办 然后我们把这个素材给拿下来 素材的内容有点多啊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素材 为什么需要这个内容吧 为什么需要这个素材啊 首先我们先讲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个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它是一个字典 没错吧 那字典对应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英文 对不对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一个英文 没错吧 你可以猜测一下啊 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可视化的时候呢 需要用它 那就需要用这个玩意去画地图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去通过PYChast PYChast呢 它的一个图表 包括它的一个Map地图 默认的 默认的 它默认呢 是这个英文的一个版本 就是所有的国家默认的都是英文的 对吧 如果你要去进行一个 就是进行一个画图 那我们现在采集的数据呢 是不支持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所拿到的一个内容呢 对应这个数据呢 是不太支持的 所以呢 这个就 得要 这个内容 我们待会呢 是用来去画图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对吧 是一个 也是一个小组件吧 我们待会呢 用来去 显示这个颜色的一个深浅的 好吧 用来去显示我们颜色 就这个图表啊 对吧 这个颜色怎么深啊 怎么浅啊 对吧 通过这玩意去控制的 有没有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做这个 图表的一个展示啊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做数据可视化啊 第一步呢 我们是读取数据 好吧 第一步呢 是读取数据 那读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使用pd 点一个redcsv 去读取咱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写咱们的一个表格啊 表格的一个名字 好吧 里面的话呢 我们写这个疫情 疫情数据点csv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表格呢 给读取进来 好吧 给读取进来 然后的话呢 当前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表格的一个内容了 好吧 我们有一个df来接受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这个读取之后的一个表格啊 读取这么慢的吗 好吧 然后就把这个表格的一个数据呢 全部的取出来了 对吧 取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需要去对照 咱们需要去画的图表啊 去进行这个 首先我们还是来先分析一下吧 好吧 我们还是来先分析一下啊 以免呢 有同学可能思路上有点问题啊 我们从头开始分析 先从这个表格开始分析 好吧 直接看这个样力图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去画这个图表呢 用到了哪些数据啊 用到了哪些数据 其实顾名思义 对吧 一个呢 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列啊 来看一下 一个呢 是这个国家的一列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是这个Name 没说吧 说这个Name还有什么 新增确诊 对不对 新增的一个确诊 在哪里 这个 没说吧 是他吧 用到了这个 然后还有谁 还有谁 还有这个累积确诊 对不对 累积确诊是哪个 是他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去画这个图呢 用到了这三个列 对不对 用到了这三个列 那这三个列呢 我们怎么样去取出来 然后去做可视化呢 对吧 怎么样取出来 然后做可视化呢 其实也很简单啊 你可以使用中国号 然后呢 写一个Name 把这个Name这一列 取出来 然后再复制一行 写一个 conferl 然后再取一个 add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每一个列 全部拿出来 待会呢 我们做 作为一个数据的知识 作为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这个Name 好吧 然后通过一个变量 来接收一下吧 然后注意一下啊 当前呢 在我们画这个图的时候 就画这个地图的时候啊 画地图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进行展示的 会是什么方式 进行传输的呢 只是地图它本身并不难 哪里是我们数据 怎么去准备 好吧 如果你真正想画个地图呢 其实就按照套模板就可以了 对吧 数据怎么去准备呢 其实数据得这样啊 得这样去准备 你要把一个数据呢 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对吧 例如是这种 这种列表啊 对吧 变成这种列表的形式 然后呢 里面有什么元素呢 你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里面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中国 对吧 中国的一个确诊人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 美国 对吧 然后美国的一个确诊人数 然后还有这个是 其他的国家 对吧 其他的国家的一个确诊人数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 去进行一个分布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去符合 PYChast的一个数据 明白 才能够去符合 PYChast的 他的一个要求 明白 你只能以这种数据 去进行传输 不然其他的数据呢 他看不懂 他不要 懂吗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数据 给他封装起来呢 对不对 怎么去封装起来呢 就是需要有两个关系 哪两个关系呢 NAM 得对应什么呢 得对应这个 累积确诊 同样呢 NAM还得对应这个 新增确诊 明白 就得组成两个组 对吧 一个呢 是新增确诊 一个是累积确诊 但那个我们怎么去做呢 对吧 怎么做 有同学知道吗 怎么样把它组起来 有没有同学知道呀 有没有呀 有没有呀 好的没有啊 大家看一下啊 当然的话呢 我们使用这个 一个列表推导式啊 for一个i in一个zip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写一个 首先把这个NAM 和什么 和这个确诊人数 给它包裹起来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确诊人数的一个列表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组起来 对吧 组起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这个结果了 通过print来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类似的1吧 类似的2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 都给打印一下 右键运行 没问题吧 这样是不是组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组起来了 组起来以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用了 好吧 接下来就要用了 然后这个当前啊 我们先画图 对吧 就可以开始 组图 好吧 开始组图 这个 这个是我们在学 Python基础里面的 一个列表推导式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还涉及到的 一个支点是这部 这部的话呢 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压缩函数 好吧 是一个压缩函数 它是用来把 这两个内容 那 呃 我举个例子啊 例如呢 现在这里面 有中国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 美 呃 这个这个 呃 这个是 国家名称 呃 这个是国家的 一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部呢 做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呢 给它套起来 明白 啊 把这两个东西呢 给它对应起来 好吧 这个就是这部的一个作用 本来它们两个之间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吧 但我们通过这部呢 可以把它们两个 两个字段 对吧 两个相邻的字段 给它呃 嵌到起来 好吧 这个是这部的一个作用 然后 for循环 对吧 循环一个i 然后转成一个list 对不对 呃 这个操作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 for循环去进行一个解决 啊 也可以用for循环去解决 明白 好吧 然后大家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获取这个 再来画图啊 画图的话呢 我们使用 就先来新建一个啊 ld map 世界地图 对不对 用小括号包裹起来啊 用小括号包裹起来 好吧 这是构建图标的一个方式 你非得要说 老师这个有什么 呃 技巧吗 对吧 有什么 这个 规律吗 其实没有 就是一个 框架啊 就是一个 规则 你遵循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里面写什么呢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叫map 对不对 也是一个地图 那地图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 呃 其实这个 这一步可以做完了 其实就可以做完了 好吧 然后再往下面呢 我们去添加数据 明白 我们往这个地图里面呢 去添加数据 好吧 事实上呢 这样的话呢 应该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结果了 你们来看一下 我猜的啊 再来一个1.html吧 你来看一看这个 现在应该就可以出现一个表格了 可以出现一个图了 但里面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内容 对啊 没有任何的内容 因为我们没有加数据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加数据啊 所以呢 不会出现任何的内容 对吧 那在当前这个结果里面呢 我们就去加一下吧 好吧 我们再去加一下啊 把这个关掉 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加一些数据 对吧 通过点ID 通过点ID的去添加数据项 去添加数据项啊 里面的话呢 写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是咱们的一个 例如我们现在要加什么数据 加数据等于 一个一个加啊 你不要给我两个一起 加进去了 一个一个加 我现在加什么数据 随便 对不对 首先我们先加这个 累积确诊 对吧 那这里面 第一个参数里面呢 我们就写什么呢 写累积确诊 明白 我们就写累积确诊 好吧 写完累积确诊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往后面去把数据给加上 例如把它丢进来 明白 丢进来以后的话呢 没完啊 不要以为这样玩了 你还得告诉他 因为像这个PYChars里面啊 地图的话呢 有很多种地图 可以是世界地图 可以是中国地图 可以是美国地图 可以是印度地图 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地图 也可以是省份的地图 你得告诉他 你要用什么地图 明白 要什么地图 世界地图 对不对 W-O-R-L-D 好吧 要用世界地图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这个结果了 来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效果 对吧 现在有点丑 对吧 现在有点丑 待会呢 我们可以优化 大家看这个图 现在有什么问题 对吧 现在有什么问题 现在这个图 有很多的问题 对吧 首先是这个文字 你看 我前面说过吧 对吧 它是以英文的一个状态 去进行显示的 对不对 它是以英文的一个状态 进行显示的 而且 这只是第一个问题 对吧 里面没有数据 你发现没有 没有数据 第三个 没有颜色 对不对 第四个 它堆在一起了 对吧 它堆在一起了 看着有点恶心 对吧 我说实话 我看这玩意 我看着很恶心 我想吐 对吧 所以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对吧 都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大家怎么解决呢 把这个关掉 不着急 一个一个来 对吧 首先呢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 密密麻麻的这个东西 好吧 先来解决这个密密麻麻的东西 在这个后面呢 加一个参数 好吧 加一个参数啊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给去掉 对吧 把这个去掉呢 去谁呢 呃 在这个 下面啊 不好意思啊 不在这里 在下面 点一个什么呢 点一个set service optations 明白 啊 这个呢 我们是去 来看一下 然后来一个 label optations 里面的话呢 写一个什么呢 e字 不对啊 等一下 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b 什么来着 我记得 啊 这个 然后呢 opts 然后 对 是这个 用这个 设置啊 所有的设置项 都要用这个 opts 明白 都要用它啊 所有的设置项 都要用它 好吧 这是这个 pyechats 里面的一个尿性 你必须得用它 然后呢 让它不显示 一直笑 来一个false 来一个false 然后再次右肩运行 就没有了 看到没有 啊 就这个 世界突然干净了 对吧 突然这个世界 就干净了啊 没有脏东西了 看到没有 没有脏东西了 对不对 那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的话呢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呢 这个是解决什么 这样代表呢 是 解决 这个 可以说 标签 不显示 文字 对不对 这是解决第一个啊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 就是 你得把这个数据 给对应上 对不对 你想一下啊 现在这个英文 英文的话呢 是对应不了 咱们的数据了 对不对 它是对不上的 明白 那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让它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得用谁 用它 对不对 用这网页 还没有 用这个 Name Map 对吧 用它来进行个什么 进行个解决 对不对 你就在后面来指定一下 Name Map 等于Name Map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至少是一个正常的结果了 但是 你看现在又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虽然呢 现在结果已经有了 对吧 里面呢 有数据了 对不对 但现在呢 没有了文字 又来了这种红点点 恶心吧 想吐吧 我也想吐啊 有点想吐 对吧 那这个红点呢 也得解决 我不想让它出现 这个红点 太丑了 对吧 所以红点 我们也来试试一下 红点在哪里设置呢 在这里 通过这个 A字 一个 应该是这个 让它等于一个Force 好吧 让它等于一个Force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让红点不显示 来啊 右键运行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正常的图表 对吧 正常的图表 虽然颜色还没有上 对吧 但至少图表正常了 对吧 至少图表正常了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一次去 把这个 把颜色解决一下 好吧 加颜色 可以吧 加颜色 然后前面这个操作 没问题吧 同学们 前面这个操作 没问题吧 多顿门色 这就是 感谢 还有 !" 所以说 它为什么 在2013年 2014年 就把 没问题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开始去往这个图上面去加颜色 颜色的话呢 也是属于设置项 颜色也是属于设置项 我们要通过点一个 set 这个是全局的一个配置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去设置的话呢 也是设置这个颜色的一个配置 好吧 也是设置这个颜色的配置 前面有同学问到这个 外包的价格大概多少 就是去接外包 对吧 外包的价格呢 看能力 看你的一个能力 你能做多少的 那么价格有高的 就爬送 对吧 你学爬送的话 那爬送的一个外包价格呢 也有几百块钱的 对吧 也有三千的 那也有更高的一些外包 对吧 也有价格更高的一些外包 好吧 这个看你的一个情况吧 因为价格 普遍的话呢 像我们去 在那个群里面去发布的一些外包 有这种的 这个是网站开发的 对吧 然后 网站开发的外包相对来说 比较的贵吧 一般来说 网站开发外包相对来说比较贵啊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爬送的外包吧 好吧 实际上这个是快手的外包啊 快手的外包呢 大概是有个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八百块钱的 这个是八百块钱的外包 不对 五百啊 五百 搞错了 然后还有像这种爬送的 美团的 对吧 就反正价格的话呢 有没有限制啊 没有上限 也没有下限 对吧 没有上限 也没有下限 是看这个情况的 对吧 看外包的一个难度 好吧 看外包的难度啊 越南的外包呢 价格就越高 越南的外包价格就越高啊 然后现在第一个 我们来到这个设置吧 首先选举的设置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去设置这个 图表的一个标题 好吧 可以设置这个图表的一个标题 我们让这个图表的标题呢 让它等于咱们的一个 世界 疫情情况 这是设置图表的一个标题啊 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再去设置这个颜色 好吧 设置这个颜色啊 颜色的话 在后面来个逗号 VIS 这个是设置颜色的一个配置项 使用PTS呢 点一个VIS 大家不要问我这些怎么记住的啊 不要问我怎么记住的啊 记住前面这一个单词 后面这一个直接敲出来 对吧 你可以看到都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label label 对吧 都差不多的啊 好吧 然后这是关于这一块 里面的话呢 写什么呢 嗯 里面就写这个图表的一个 颜色设置吧 好吧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 因为颜色啊 像我们在这个PYCHAS里面 我们去控制颜色的话呢 是通过控制这个最大值 以及最小值 明白 去控制它的一个颜色显示的 例如现在的话呢 我让这个最大值呢 为这个大概 随便取一个值吧 大概有多少万 这里是一百万 对不对 这里是一百万 对吧 设置这个一百万 就最高呢 设置为一百万 对不对 就颜色最高啊 一百万 然后呢 最低呢 我们也可以去设置一个 明白 最低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命 对吧 可以让它等于一个零 好吧 然后呢 再让它来右键运行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吧 你看 现在就有这个颜色了 对吧 现在就有这个颜色了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颜色呢 好像 分隔的区间有点大 对不对 分隔的区间有点大 你发现呢 红色的 你看 全都是红色的 对吧 然后呢 也没有一些 就 你能够感觉到 这玩意儿有一点违和 是不是 你能够感觉到 这个颜色 有一点违和感 对吧 看起来有点难受 对不对 反正我感觉是有点难受 对吧 不过按 这是按照什么分割的 地图大小 不是地图大小 它是按照这个数字的一个大小 明白我意思吗 按照这个数字的一个大小 去分割的 明白 按照数值的大小 对吧 但现在呢 我所希望的 其实是我设置一个最大值 设置一个最大值 对吧 颜色最深的 你超过一百万 那颜色就是红色的 对吧 你是一百万 以及一百万以上 你就红色的 一百万以下的话呢 它就不是红色了 对吧 而是一些相对红色来说 稍微浅一点的颜色 这个我没什么好 就说不出来啊 这种颜色说不出来 感觉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对吧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很明显 感觉就不一样 对不对 很明显 这个就更加合理一些 对吧 这个区间就更加合理一些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呢 当前我们去设置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要来一个配置 就是这个 好吧 它就相当于呢 把我们的颜色呢 分为了一个一个的区间 对吧 总共呢 是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区间 对不对 总共有六个区间 那么从零到九十九呢 是一个颜色区间 对不对 让它显示一部分的一个颜色 从一百到九九九 是另外一个颜色 对吧 让它显示这个 另外一个颜色的一个深浅 那从一千到九九九九 每一个数量级为一个单位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去显示它 把这个最小值给它干掉 然后当然的话呢 我们设置 注意啊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颜色区间的话呢 得让 得先让它生效 明白 得先让它生效 生效以后的话呢 再往后面去加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结果吧 OK 那我们就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对不对 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现在这个图表呢 还可以去设置一些东西啊 就我希望这个图表呢 显示的能够大一些 你看 就它所占 它的一个占比呢 太小了一点 但我希望它能够大一些 可以设置吗 当然可以设置 对吧 我们在这个 加载这个图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 初始化的一些加载 我想让这个图表呢 加载的大一点 对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init去设置 设置这个 init of patience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它的一个宽度 对吧 WIDTH 设置宽度为1400 甚至1800像素 对吧 你这个你随意啊 看你想要多大 对吧 然后呢 高度为800像素 对吧 我们再来右键运行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图表呢 就大了一些 对不对 就大了很多啊 然后甚至超过这个页面呢 我的天哪 不能1800啊 1600 然后高度的话 也高了一点啊 高度1000 高度这个 600 这个好像差不多 对吧 这个好像差不多 1500 1500 是一是吧 1500应该差不多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图表内容了 好吧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还没完 对不对 我们还得去加数据 对吧 我们还得去加数据啊 就加了第一段数据以后的话呢 还有第二段数据要加 对吧 这个只是累积确准 那数据该怎么加 同学们 我问一下 对吧 我加了第一个数据 那第二个数据怎么加 对吧 第二个数据像我们怎么加 还有东西在吗 没错啊 第二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复制一行 对吧 复制一行 把数据改改成二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前面改成新增确诊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很简单啊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就搞定 这个钢果为什么没有数据啊 钢果为什么没有数据啊 我看有没有钢果啊 有啊 它是显示的钢果金钢果布 谁知道钢果金是谁 钢果布是谁啊 谁知道钢果金钢果布是谁啊 有同学知道吗 有没有学过地理 地理很好同学给我解释一下 哪个是钢果金 哪个是钢果布啊 这不是为难我吗 对吧 中非应该也是有的 中非 对吧 中非是中非共和国 要把这个改一下 中非 对吧 把它改成中非共和国 然后还有钢果 对吧 钢果 民主共和国 对吧 我们给它改成钢果金和钢果布啊 这个 有谁能告诉我 这不是为难我吗 随便吧 好吧 随便吧 我觉得无所谓了 随便吧 好吧 这个就随便了 然后再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能够得到这个数据了 对吧 这个就没问题了 这个就没问题了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图曼 什么顿啊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国家是没有的 这个我很确定啊 这个国家是没有的 可以看一看啊 土 土耳其 对吧 只有土耳其 不会就是土耳其吧 不会就是土耳其吧 要不查一下地图 要不查一下地图 查吧 土耳 曼 这个国家名字我还答不出来啊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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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啊 好家伙 不对 土耳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 什么 名存实亡 名存实亡 何 好像还真没有这个国家 好吧 真没有这个国家 好像没人统计过 没人统计过就没人统计过吧 好吧 散了散了散了 不纠结这个了 没有没有 知识盲区了 这个 那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对吧 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都能够对上 对吧 就只有这一个啊 全球就只有他是例外啊 全球就只有他是例外啊 好吧 然后 各位同学对我们今天的案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们今天的案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土耳其在这里啊 土耳其在这里 对吧 为什么 是不是你写的数据分析在这里 我这不是怕你们看不懂吗 对啊 我这不是怕一些没有基础东西看不懂吗 所以我写在这里啊 这一般我们做事与分析 不是用的这个软件 不是用的PiSUM 一般我们使用的是那个Jupyter Notebook 我给你们看的 那我写在这里 和我们的这种故事与分析 我给你们看不懂的 我给你们看不懂的 我这有一点一种 我看不懂的 我看不懂的 感谢观看